全国大选的竞选活动逐渐百热化 希望联盟扬言要夺下国阵堡垒州 如佛的大多数议席 国阵海报南海看守首相 纳杜斯利·伊斯曼·沙比利 今天亲自到国阵亚裔弹选区 为候选人纳杜斯利·魏嘉祥站台 承诺一旦胜选将重新委任 这名马华总会长担任内阁部长 Kita,We menjadi Menteri Kabinet Yang untungnya siapa? Yang untung adalah rakyat di air hitam ini We jumpa saya Tak cukup jumpa di pejabat Nak datang rumah, jumpa di rumah Bukan apa Untuk kepentingan rakyat di air hitam 伊斯麥表示 这是他在提明日之后第一次跨州助选 可见国阵对柔佛州的重视 并重申 柔佛作为巫统的发源地 一直被视为国阵和巫统的堡垒州 一旦失守就有可能失去中央政权 伊斯麥呼吁柔佛选民支持国阵 让这个南部的州属重新成为国阵的铁票藏